花莲市公所与花莲县首创艺术协会合作 从5月9号起固定每周六日在好客文化会馆周遭 举办课议掌心市集 9号下午举办开幕活动 为了庆祝母亲节 今明两天民众节要消费就能抽奖 奖品相当丰富 乡亲们不妨趁着周休假期可以前往 波动一开始小朋友卖力的表演 让现场真的感受到母亲节的气氛 花莲市公所与花莲县首创艺术协会合作 从5月9号起固定于每周六日 在好客文化会馆周遭举办了刻意将心市集 9号下午母亲节前夕热闹开幕 那我们主要目的是希望 我们知道这边有一很有名的庆祝饼街 那附近也有一些可以接起来的一个市区的景点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个点加AVC整个串街起来 以后整个花莲市大街小巷 都是可以逛街的热闹景点 30个特色摊位带给民众好好吃好好玩 以及好有趣的DIY活动 市长魏嘉贤也前往各摊位 也体验坐布雷 当起了首座职人 市长魏嘉贤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花莲市 新的重要据点 花莲市公所会持续推动职人友善空间 打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未来在每个六日 包含原本的礼拜五 都有市集在这里来做一个呈现 那礼拜五的时间跟原本的一样 那礼拜六的部分跟礼拜日的部分 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8点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 都能够一起来边走走看看 支持在地的文创 支持在地的手工艺市集 还有好吃的美食 那我们真的希望说 这些平常在我们的一个市集朋友们 集结在这里 不但可以来行销自己之外 也可以把我们这里 葱油饼街的客人 把他吸引过来 希望这边变成花莲市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跟据点 刻意降薪市集配合母亲节活动 搬在5月9、5月10号一连两天 只要消费就能摸摸乐 提供近百样的奖品 现场有将近30个手作摊位 还有贩卖特色餐点的餐车 应有尽有 也欢迎民众趁着假日来逛逛 支持在地的文创作品 手工市集 以及好吃的美食 记者刘明胜 华联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